大家好,我是文言投顧分析師高清明 在這邊為各位做台股投資分析 我們看到加學指數部分 由於今天凝成MSCI學部 因為中國股市交易制度還有待調整 所以這次沒有把A股納入MSCI市場指數 也讓昨天擔心此次會納入排擠到未來的資金 恐慌賣壓 在今天出現一個回補及台股 台股在集結之後出現一個白頂的一個反彈 但是可惜反彈無法順利暫毀年限的位置 所以目前的藍石篇弱勢的一個反彈 若接下來就是明後天台股有機會順利暫毀年限的話 相信就有機會再往上來做一個反彈 再過了年限之後就可以看反彈 大概就是9450這樣子 大年限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對排便結構比較好的就是 外資的一個賣超是持續的一個縮減 而大盤的融資余額是持續的下降 當然這是有力充滿的一個穩定 另外我們看到官股券上市連續的年久買 那我今天有提到 過去超過7、8千連續的買超的一個時間點呢 基本上都是大盤的一個相對低點 之後都有一波漲勢 那進行官股券上在指數從9千5、9千6回檔到9千2百點這個位置 已經連續就整個家裡做一個買超 雖然保騰指數目前因為仍然在這 有探底的風險但是以券上在這邊 官股券上在這邊做一個低階來看的話 或許有機會指數是在這邊 逐步做一個打底的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就看國際股市有沒有因為對於美國聯準會升息的預測出現一個大幅的回落 因為在17、18日美國聯準會開會 將會簽到是不是這一次就會做一個升息 但如果17、18日沒有做升息的話 先前官旺的一個國際資金當然就會再重回整個國際股市 但有利偏工的一個外資再重新轉多 再配合基本上 國內的電子股有開始慢慢的轉加 像台積電在昨天的一個股東會就表示 他看好下半年的一個營運展望 甚至今年的營運展望還有高達10%以上的一個成果的幅度 甚至先前市場所擔心的一個掉單問題並不會發生 那尤其有傳出在蘋果A9訂單 這一次還是打半三星拿到全部的一個A9訂單 上一次拿到18訂單的基地毯 台積電的股價有供到150元以上的一個價位 那這一次再拿到A9訂單 有沒有機會再激勵他股價持續往上供 不是可以留意的喔 尤其在今昨天公布 就是公司表示看好下半年營運展望之下呢 昨天在大盤大跌的同時其實台積電是沒有跌的 那今天是出現一個反彈 只是反彈力度沒有大彈來的強 主要是因為外資還在這做一個調節 再加上他營收還沒動等還沒轉強 那先前有提到 就過去台積電每年季度的一個轉強點 大概是第三季營運以及股價會開始轉強 第二季彈都是回答 那現在是第二季末 那當然轉強點的機會是在第三季七月或八月 那現在是在一部做一個打底的情況 只要台積電沒有再往下 當然對於指數就不會有太大的觀察力道 所以除非還有其他的利用造成 台積電也在持續往下拉回 不然的話指數應該短線是有所稱的 另外在法輪買來超部分 法輪的一個賣超市有開始縮小 外資賣超市要35億 自營商就是賣超不到1億 甚至投信已經開始翻多 那位度就是在外資的一個未平均空單能高達18000口 那表示這是看控短線的一個未來台股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在今天台股反彈的同時 它並沒有做一個回補 顯然它並不 先前的空單並不是在過壁這個 這個MH賈恩納路中軌A股的一個風險 那以時間點以及近期外資對雅股持續賣超 雅幣有區別的情況來看的話 可能這個空單是在規避剛剛提到17-18號 到那個原準會生息的一個風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接下來17-18號沒有生息 那它這個空單就有機會做一個回補 那甚至也有可能這個空單是在規避 月底希臘債務到期的一個風險 但是因為空單的那麼多 對市場的一個信息還是會有所壓抑 但是以四個月份來看的話 17、18日之後就沒有太大的利空 直到月底的時候才有在希拉斯 債務到期的一個問題 屆時整個市場的買盤應該會坑人家 就目前來看的話 台股應該會是在前低9200到剛剛提到 上到法亞9500做一個曲線增長的整理盤 當然如果是整理盤的話 建議是可以採取賣強賣弱的策略 當然不小心 如果接下來有出現國際利空 跌破前低9200的話 當然要順勢把多單、減碼、加碼空單 那當然這一波台股有反彈力度比較強 那反彈超過9500一點的話 那你空單就要恢復加碼多單 因為表示整個台股是轉強的 但是在沒有跌過上下區間之前 就是採取賣強賣弱 因為各股會做一個調整 那當然先有提到 強勢股可以持續留意外資買超的一個技術力強勢股 因為以目前來看外資積極買超的賭 都有依托到底的一個情況 那以3706的成長來看 雖然遇到大盤回檔都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拉穩 但是只要大盤一回穩它就會開始創高 尤其它昨天公布5月營收是在創新高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市場預期是6月有機會在創新高 那第二季獲利是會出現倍數的一個成長 所以在6月營收公布前應該 股價有機會持續走強 因為它的技術力量是非常的強 第二季獲利是3.5月的同志 一樣也是外資一路買超的個股 只是到後面買超的利率有開始縮減 不過就股價來講的話 它才剛開始轉價 那等於這個目前價位才剛脫離外資的一個成長區 那當然有機會 它在接下來可能會做一個加大幅度的加把股價拉力成長區 這檔也是可以持續留意 但轉價的關鍵點就是看看能不能突破前面這個上限前高的一個位置 那已經創造的是1537的廣龍 一樣外資在阿恆安徵域區買了一缸子 之後做一個大幅度的買超 將股價拉力成長區 那也是在拉回月線之後的一個突破 也是強勢股的一個代表 那因為它已經連拉兩根了 就不建議再做一個嘴巴 因為它過去的關鍵大概是兩根就會做一個休息 那建議可以等到它拉回月線整理的時候再做一個進場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買點 那空落的當然要超現行弱 以及產業趨勢轉弱的個部 像LED就是目前這個族群性最弱的族群之一 那指標股先看2393的異光 向下跌破所有均線 而且是大量跌破 大量下跌之後 隔天還有新的一個跌加 顯示這樣 這個換差力道是非常的大 那技術面 均線都隔天起就開始下外 將會形成上漲的壓力 除非有強而有力的利多 激勵它股價佔了均線 不然的話 有可能都會沿著均線往下跌落 那已經明顯轉 在各天起均線轉弱 股價持續向下擴敵的 則是6160的時機 而且它的跌幅轉大之後 融資開始出現一個斷頭的一個脈牙 所以在融資斷頭脈牙 消除前的股價可能會持續的一個破滴 所以投資人是可以留意 融資剛開始大股測出的一個弱勢股 可能這些股價都還有可能再持續創低 這是一個比較吃的做空的一個標題 另外像223的羽龍 也是各天起均線開始下彎 之後開始大幅的一個跌落 融資也是開始持續的一個墊 但是還沒有到融資斷頭 就會沒有太大的一個脈牙 但是如果股價再持續往下跌 那可能就會有斷頭的脈牙 那時候的貫賞力道就會更大 所以就目前來講的話 可以採取操作 脈牙脈牙的一個操作策略 當然資金配置上建議可以是 持股的資金是5成 做多做空個禮拜 會是目前比較好的一個操縱策略 那以上是這邊所做的一個投資分析 預祝投資的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